江畔独步行花 杜甫堂 黄狮塔田 江水冬 春光兰困 以威风 桃花一簇 开无主 可爱深红 爱浅红 在黄石塔前 那一江碧波春水滚滚向东流去 温暖的春天给人一种困倦的感觉 真想倚着这和煦的春风打个小盹 江畔盛开的一束桃花长是喜人 好像并没有主人照料 究竟是爱深红色的 还是更爱浅红色的呢 桃花一簇 开无主 可爱深红 爱浅红 这里叠用爱字 爱深红 爱浅红 爱这爱那的 应接不暇 但又是跟着 开无主 其实啊 就是自由自在地开 尽情地开 热闹地开 诗句也开得那么灿烂 江畔独步行花七绝句 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祖师作品 共七首 第一首写独步寻花的烦恼 第二首写到江滨看到繁花似锦 第三首写某些人家的花 红白耀眼 应接不暇 第四首 则写遥望绍城之花 想象花之圣和人之乐 而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五首 是写黄师塔前的桃花 第六首 写的又是黄四娘家近世花 第七首总结赏花 爱花 西花 一路写来都是花 一幅独步寻花图 就这样完成了 春暖花开 看来杜甫对生活还是热爱的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黄师塔前江水东 春光懒困 以微风 桃花一簇 开无阻 可爱深红 爱浅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候 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